有哪些经历一次就够了 其实我们前两天说过一个 有哪些晚物的人生道理 你会发现这两个 你说不一样,其实都一样 那如果这个事儿足够深刻的话 刻骨铭心 那这个道理 固然也重要 固然是你所缺的 一般就是自己 当然如果你看见别人那样 看见猪跑 说我们虽然没吃猪肉 那你足够聪明 也是同样的 就不需要自己经历 但是真的是刻骨铭心的时候 你才会完全的挖掘自我 本我的这个 才出得来 一般人是达不到看见 或者一想 我就不用看 就知道了 那这种人了不起 他也不需要太多深刻的道理 每一个都很深刻 而且他心如汁水 把很多东西看淡了 看淡了不代表说 你没有洗完了 而是该洗的时候就洗 该乐的就乐 就顺着这个自然 其实还有更高一层道理 就所谓的逆自然 就是自然不好的时候 你如果能够力挽狂乱 使它平衡 那你了不起当中的了不起 那是大道的自然 所谓逆天改命 逆到修行等等 我们还要再说了这个话题 那就推而求其色 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情呢 是难还的 因为它不需要钱 它是用心来换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